这只猫咪可不简单,别的猫咪热衷于抓老鼠,这只猫咪喜欢蒸桑拿,谁能想到一只猫还能有这种爱好,老板每天赶都赶不走,这只流浪猫为何如此热衷于蒸桑拿呢? 每天一大早,这只梨花猫就在大街上游荡,看到桑拿房就偷偷溜进去,一蒸就是一整天。 桑拿房的温度可不低,能有五六十度左右,湿蒸房的空气湿度更高,温度自然也就更高了。 一般情况下,普通人在桑拿房最多只能待半个多小时,而这只梨花猫就不一样了,它一待就是大半天在桑拿房里呼呼大睡。 客人都来了好几波,而梨花猫却雷打不动地睡在桑拿房,看样子一点也不觉得热,完全把这里当成了它的猫窝,摄像小哥都无奈了,心想自己从来没有接过这么苦的活,谁知道这只梨花猫这么能睡,本以为它睡一会就会离开,没想到它一点醒来的迹象都没有,摄影小哥的后背上热得全是汗。 衣服怕事都能凝出来水,这个环境着实让人受不了,梨花猫却睡得十分安逸,最后还是大妈们来蒸桑拿的时候看到这只梨花猫,以为梨花猫是走错的地方,这么睡下去恐怕身体都要被蒸干了。 大妈们赶紧将梨花猫叫醒,梨花猫醒来后感觉口干舌燥,找到水桶连续喝了几大口水才缓过来。 睡饱喝足的梨花猫这次也不用老板驱赶了,自己就主动离开,又在大街上到处转悠,寻找新的桑拿房。 农村梨花猫迷上蒸桑拿,一天不争,浑身难受。 每天走街串巷的蹭桑拿,成为老板的眼中钉肉中刺。 不过,这只梨花猫非常聪明,知道自己遭到了嫌弃,它也会见好就收。 每天前往不同的桑拿房蒸桑拿,上午刚从一个桑拿房离开,刚一出来还感觉不太适应,外面的冷空气让梨花猫浑身不舒服,它得赶紧找到下一个桑拿房。 这只梨花猫可不是什么随便的猫,不是什么桑拿房都能入了它的眼。 每次进去之前,它都要在门口感受一下房间的温度,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都是不行的,太低的话它睡得不舒服,太高了又会口。 口干舌燥,毕竟猫咪本身是比较怕热的,一大部分猫咪是受不了高温的,这只猫咪已经是整条街最耐热的猫了。 猫咪每天来蒸桑拿,已经总结出了经验,知道哪个房更舒服一点,不过,猫咪这种蹭桑拿的行为还是引起了老板的不满。 这只梨花猫十分警觉,每次察觉到危险后,都会在老板来临之前赶紧找个缝隙钻出去,避免被老板抓到。 梨花猫心想,这样可不成,每天东躲西藏的哪里能睡上好觉,于是他心生一尽,老板这么嫌弃他,不就是因为他蹭桑拿房给老板增添了成本吗? 如果他能吸引来更多的客户,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 不得不说,这只梨花猫确实足够聪明,有了计划之后就行动起来。 大妈一边征桑拿,手里还撸着猫,看得旁边的大爷都眼馋了,心想赶紧放下这只小猫让我摸摸。 这只梨花猫可是一只心机猫,这猫对别的事情都没有太大兴趣,唯一喜欢的事情就是征桑拿,只是每天东躲西藏的蹭桑拿始终不是个好办法。 于是便靠着撒娇卖萌和顾客们互动,梨花猫给店里增加了不少业绩,每天来征桑拿的人越来越多,梨花猫也越来越受欢迎,老板笑得见牙不见眼。 梨花猫终于可以在桑拿房里好好睡觉了。 老板娘心想,既然这只梨花猫这么喜欢征桑拿,不如直接把它收养回来,这样还能给店里增加点收入,梨花猫作为店里的吉祥物也是好的。 不过在这之前,老板娘总要了解清楚梨花猫的来历,万一这猫是有主人的,自己也不能贸然收养。 只是在询问过周围的几个村子之后,村民们都说不认识这只梨花猫,其中一位大爷说自己曾经就在桑拿房后面见到过它。 当时工人们要将这些木头全都搬走,在搬运过程中发现了几只被压在木头下的小猫,只是发现得太晚,这些小猫已经不幸死亡。 而这只梨花猫当时就在这附近徘徊,或许它就是这几只小猫咪的母亲。 梨花猫每天都会在这后院寻找自己的孩子。 到了冬天,后院一场寒冷,梨花猫只能去桑拿房取暖,久而久之,它就将桑拿房当成了自己固定的取暖地点,从某种意义上说,梨花猫已经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